现在是3.7度 我们先把空调开出来 这是那个逆病器打开 要拓展充出去吗 好 现在这个空调已经开了一会儿时间了 开了大概已经五分多钟了 将近十分钟了 空调下了一度 36度 这个上面还是有点热的 现在上海是145年来的最高气温 我不信我们这个房车都能动 一直在这里停着 停了五个月了 今天终于可以来准备我们出发的情况了 把房车收拾一下 看这个迷乱的情况 从上还有一些冬天的那个被 把它收拾好之后 我们就被折磨 就要出发了 出发是到那个山洞去 然后再决定后一个答案 今天主要是来收拾一下 这个房车停在这里这段时间 我们也做了很多工作 做了一些房车的改进 然后呢 开了很多party 今年二月份我们从福建浙江油回来之后 到宁波给房车做了一个发电机 这个发电机最近还用了一次 用的效果还挺不错的 虽然发电的成本还是挺高的 但是对旧机来讲还是挺有用的 然后三月份我们给房车做了一套太阳能的感应灯 在室外在房车的一圈装了五个的太阳能感应灯 这样在出行的时候 夜间会有一些安全感 然后在房车突出的部位做了一些反光贴 夜间给房车驻车或者是行车带来一些安全 三月份我们又给房车增加了一个自行车架 这个自行车架是一个县程的车架 双车车架 在我们的一个车友程老师的协助下做了一个加固 利用了三口拖车杠 然后前两天提到了一辆自行车 另外一辆自行车还在运到了山东 因为颜色在这里拿不到 三月份我们还给房车的四路监控做了一个升级 在服务器上做了一个开通 开通之后我们可以远程从手机端 去看到房车的四路监控的情况和历史的影像 四月份我们给房车增加了一个小逆变器 大家可以看到视频 然后逆变器不是特别成功 它的功力虚报比较高一些 没有能用到我们的台式电脑上 现在只能做一些手机相机充电用 或者小的手提电脑的充电 然后五月份我们给冰箱的散热做了一个改进 在一个柜子的冰箱侧壁打了一些洞 改进了一些冰箱的散热的效果 最近又在冰箱的后侧做了一个带风扇的封口 原来的封口是不带风扇的 那么大家也可以看到这个改变是比较有效的一个改变 六月份我们还给车换了一个大灯的一个金光灯 之前我们做过大灯的改换 然后六月份我们把金光灯做成了一个带突进的金光灯 那这样的话造车效果会好很多 另外我们在我们这个频道当中还做了三次专题的技术分享 一个是关于太阳能的扩建 另外是一个房车空调的话题 还有一个就是房车的热水系统 这都是和我们的车友陈老师一起制作的 这个封控期间我们这个房车其实起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 就是邻里之间的那个互相结识的很多好朋友 邻里之间在这聚会 让我们认识了很多那个很有才华的人 没想到我们这双楼是藏龙卧虎 我们这个公寓有一个特点就是 我们是年轻人居多 对 而且呢 据我们的那个体会来说呢 好像是有为的年轻人特别多 是的 都是很独立的 对对对 也很有作为的就是 对 而且认识很多都是九年后嘛基本上 对 不同行业的 对 有律师 编导 瑜伽 教练 对对 还有这种大学教授 对 然后我们就是说也学会了喝白茶 对对 然后对瑜伽的那个练习啊什么都有新的认识 对对对 然后对这个整个原来就是可能我们住在这种 我们搬过了大概一年多吧基本上连里之间都会互不相识的 然后这次之后基本上大家互相帮助啊之类的 还有一个聚会啊就认识了很多人 嗯 基本上我们就觉得已经是非常好的朋友一样特别好 感觉很棒 对后来是因为现在天气太热了 我们有些party是在那个房子公寓里面那个进行的 那边也因为解封了嘛 就要方便大家 对 现在也是大家已经解封去上班了 然后大家都马路起来了 然后所以就是我们呢也准备收拾一下出发了 对对 然后这个车子从二月份回来过年到现在一直停在这小区里 嗯 足足五个多月了我觉得啊 对对对对 最热的时候都经历过 从很冷的时候到最热的时候 接下来我们就要去 嗯 去小灰的 对我老家 然后去看看我母亲 然后我们再决定下一步 对我们下回我们到东北或者是去内门 然后再看情况吧 今天我们还是先把这个房车理一下 对先整理一下 这个事情这是乱腾腾的 就是还有party的残忌 对这是我们喝茶 然后买了一套就装茶具的东西 对对对这次那个我们准备带着它 大家可以看我们有一期视频 就是讲我们的白茶园 就是和白茶结交的一个过程 对我们在这个房车上大大小小聚会很多 但是我们拍过视频的大概有六个吧 像端午节呀 然后那个饺子宴啊 520啊什么之类的 因为我们这些邻居其实 嗯 除了我和乳静是夫妻 他们都是单身的基本上 然后在这封控期间其实挺难过的 还好没有那个大家的互相就是认识 然后一起互相开导 互相那个聊天啊 经常基本上我们那时候天不是很热 基本上每天下午三点钟 大家就跑来到车上来喝茶 然后聊聊天什么 这还蛮不错的 看一下我们这里面有些什么东西 对我们现在这是都是临时储存的东西了 那么出去前我们都会要整理一下 这里面储存空间还是挺大的 之前要整理一下一会儿 这里面呢 这个床现在上面放的好像还是冬天的东西 我估计电热坛啊 那个电子都在上面 每次次要把它都拿下来拿回家 然后要铺上那个凉席 然后夏天有个东西 因为五个多月一直没用过这个床 好像是 当中我们来体验了一次户外的感觉 来睡过一次好像是 对有一次我们实在躲不住了 来体验一下房车生活 重新撕毁房车的额头床的那个效果 感觉体验一下 我们在上面睡觉 那个车前在排队做核酸 对的 也很有趣的经历 好吧我们开始动工吧 好的今天就分享到这 我们先整理 好谢谢大家 拜拜 拜拜